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两人在花海中与水相欢 只可惜那最后一步始终还是不能做 毕竟天女的修为超出夜晨太多了 如果真的做了那种事 夜晨很可能被榨干 不过夜晨的修为也快到天玄境了 等到了天玄境就不会有这种担忧了 夜晨沉醉在天女的温柔里 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如梦如幻 外界的一切烦恼都是退去了 如此过得七天忽然之间 夜晨听到了一阵传音 夜晨哥哥有人欺负我 竟然是小青的声音 小青遇到危险了 夜晨心中一领 顿时回过神来 小青似乎遇到危险 并利用金章符向夜晨传音 夜晨仔细地感应 顿时捕捉到小青的坐标 竟然和浩天玉的坐标契合 小青果然去了浩天玉 夜晨脸色一沉 天君风神碑和雨话飞声的篇章 都在浩天玉里面 夜晨听到小青的传音 一下子就从温柔箱里清醒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整天声色沉醉 他的武道之路还要继续前进 是时候去寻找天君风神碑了 夜晨心想着 如果能得到天君风神碑的话 他将来决战天女 直面万须 对抗黑暗都能有更大的把握 小家伙怎么了 天女身体一丝不挂 搂着同样没穿衣服的夜晨 身子像水蛇一般贴上来 柔声道 他看出夜晨神色有意 似乎遇到了什么事 天女姐姐 我该走了 夜晨苦笑一下道 是吗 天女目光迷离 但也知道 夜晨不可能一直陪着自己 她修为一道平静 不需要再修炼 因为修炼也没用了 但夜晨可不同 夜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亲近我 天女柔声道 夜晨搂着天女 给了她一个差点 把她吻断气的亲吻 随后穿上衣服离开 直接撕裂虚空 锁定浩天玉的坐标 顺移而去 下一刻 夜晨便是沿着小青的呼唤 降临到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个世界 混混顿顿 朦朦胧胧 表面笼罩着一层 白茫茫的雾气 宛如是结界封锁一般 将整个世界覆盖住 这里就是浩天玉吗 夜晨眼睛微眯 看着眼前白茫茫的世界 尝试着俯冲下去 但俯冲千万里 她却始终冲不破迷雾 周围还是雾气弥漫的模样 有点意思 夜晨猜测 这些迷雾 应该是一种特殊的 幻阵结界 这片浩天玉 被幻阵结界封锁着 外人根本进不去 也不知道 当年的人家老祖 人独行 是怎么潜进去的 夜晨从迷雾里出来 环视四周 只见浩天玉的四界虚空 漂浮着一座座小岛 这些天空小岛 如是星辰一般 围绕着浩天玉 缓缓地旋转着 小青的气息 正是从其中的一座 小岛上传出 夜晨锁定气息 朝着那小岛飞掠而去 降临到小岛中央 夜晨就看到了一座湖泊 湖心有一个小亭子 一个老者 坐在亭子里喝酒 而在湖心 一个少女 正与一头青鸟战斗着 那青鸟连声思鸣 鸣叫声透着愤怒 不断煽动双翅 刮起阵阵狂风 呼啸着哄向那少女 这青鸟正是小青 那少女不知是什么人 名谋好耻 生得娇俏可爱 她面对小青的攻击 挥剑迎击 气定神仙 剑光闪略之间 小青扇出的风暴 全部被瓦解掉了 那少女咯咯地笑道 小青鸟 你不是我的笛手 乖乖归顺我吧 我不会亏待你哦 少女并没有杀心 她似乎只是想收服小青 但小青不肯 小青愤怒 正想战斗下去 但见到叶辰来了 顿时大喜 摇身一变化作了人形 叫道 叶辰哥哥 她飞适地冲到叶辰的身边 扑入她的怀里 很是委屈的道 说着便指向那少女 那少女看到叶辰的身影 哎呦一声大叫 瞪大眼睛道 哎呦 你就是轮回之主吗 无心庭中 那个观战的老者 手中的酒杯也是啪的一声 尸首掉落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显然 叶辰的到来 也让老者感到震惊 叶辰见着老者和少女 并无杀心与恶念 心头烧定道 在下叶辰 小青是我朋友 不知是否有什么误会 拉着小青的手 小青气鼓鼓地 看着那少女 向叶辰道 他想抓我当他的宠物 那少女顿时尴尬 支支吾吾道 这个 不好意思呢 叶辰前辈 我不知道这只小青鸟 原来是你的宠物啊 叶辰还是第一次 听到别人叫他前辈 不由得有点好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女挺了挺胸脯 嬉戏一笑道 指了指 胡心亭里坐着的老者 他是我爷爷 别人都叫他龙须尊者 我们是居住在 浩天域 外空小岛上的散修 叶辰看向了老者 只见老者头发花白 胡子几乎拖到地面 指甲却是弯弯曲曲 仿佛囚龙 非常古怪 浑身透出一股沉稳威严的气息 轮回之主 幸会 龙须尊者向着叶辰拱了拱手 说话倒也十分客气 那个 叶辰前辈 云落水 嘻嘻笑着 看着叶辰 有点不好意思地 挠挠头道 这个 你这只小青鸟 能卖给我吗 不管要出多少单药零食 不管是什么代价 我都可以 说到最后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小青 嘴角甚至都快要流口水了 小青惊恐 缩在了叶辰后面道 叶辰哥哥 不要卖掉我 叶辰哭笑不得 向云落水道 云姑娘 这只小青鸟 是我的朋友 不能用作买卖的 云落水顿感失望 摇了摇手指道 哦 是吗 龙须尊者道 落水 不要胡闹 云落水委屈地叫道 爷爷 龙须尊者向叶辰道 轮回之主 请过来一句 叶辰点点头便牵着小青 掠水而行 来到那湖心亭中 他在龙须尊者的面前坐下 小青则势力在后面 龙须尊者叹息一声道 哎 轮回之主 实不相瞒 我们是太古兽神的后裔 叶辰一愣道 太古兽神 龙须尊者点点头道 是的 太古兽神是曾经九神时代的神灵 掌育万兽 我和我这孙女都深具兽神血脉 而这只小青鸟乃是传说中的 星神青鸾 它的血脉气息与我族兽神血脉相通 如果它能留在我孙女的身边 对我孙女的血脉修炼大有益处 叶辰听到这里恍然大悟 难怪那云落水那么想要小青 原来小青的星神青鸾灵气 可以辅助他受神血脉的修行 小青拉了拉叶辰的衣服 轻声道 叶辰哥哥 我不要离开你 显然 他并不想跟云落水 只想留在叶辰的身边 叶辰定了定神 向龙须尊者道 前辈 抱歉了 小青恐怕不能辅助云姑娘修炼了 龙须尊者眼睛微眯 笑道 无妨 轮回之主 你也不用这么急着拒绝 或许我们还可以谈谈 我从你身上捕捉到了 盐神血的气息 我这里有一件法宝 或许对你有用 说着 龙须尊者手掌一翻 一片淋雨 从他的掌心浮现而出 这片淋雨是呈现 山石般古朴的颜色 透出大地沿途的沉重气象 这是 叶辰眼睛一亮 看着这片淋雨的时候 他感到体内的盐神血 也出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波动 龙须尊者道 这件法宝名为朝五淋雨 乃是盐神祖器 是当年盐神天尊使用过的东西 盐神祖器 叶辰心中一阵 祖器 那可是相当宝贵的东西 是从九神时代传下来的法宝 叶辰浑身上下 只有一件祖器 那就是陈南送给他的天上雷印 他没有雷神血 发挥不出天上雷印的全部威力 但他拥有盐神血 如果能拿到盐神祖器的话 他必定可以全力爆发 龙须尊者手里的朝五淋雨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夜神的法宝 如何 轮回之主 只要你肯让这只小青鸟 跟随我孙女一个月时间 我就把这片朝五淋雨赠送给你 时间不算长 我只要求一个月 让我孙女和这小青鸟一起修炼 它们血脉互补 都可以得到晋升 绝不会让你有半点吃亏的地方 一个月后 这只小青鸟 便能重新回到你的身边 龙须尊者郑重道 爷爷 不可以 这朝五淋雨 云落水听到龙须尊者的话 却是大惊 开口阻止 他虽然想留下小青 但那朝五淋雨 显然价值更为珍贵 他可舍不得送人 龙须尊者摆了摆手 打断了云落水的话 落水 这朝五淋雨太过贵重 非大气运者不可执掌 我们要是执迷不悟 始终霸占 恐怕会有不测之祸 今天轮回之主降临 也算是机缘巧合 这朝五淋雨 终于有了合适的主人呢 恩惠之主 你看如何 说到最后 龙须尊者的目光 看着夜尘 只要夜尘肯点头 他就愿意把朝五淋雨送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wap